各位網路朋友大家好 我是臺灣北社的秘書長李川信 在幾年 十月二五 在立法院創收領導的公道給臺灣年齡 在這裡青州已經超過一百二五天 這是差不多前後四、五個月 也是臺灣歷史上看很多紀錄 因為我們知道原始有這裡 青州的目標很清楚 臺灣來有兩千三百萬指標來創定 當然就是要用公道來處理臺灣問題 我們在這邊第一過期 在臺灣來有兩千三百萬的創定 但是創定不只要用公道來處理 這種很專情 現在沒有現代民主觀念的人 在做掌握總統 當然我們沒辦法做事 我們做真正法要演奏 我們知道過去在歐洲 在這個國家建造 國家的進行都是用公道來處理 包括歐盟 在這個國家要參加的時候 人家用自己的交票 包括會甚至會加在歐盟 因為歐盟做他們的共同貨幣 都是靠於公道 臺灣當然我們的民主平均是很近 但是我們這邊都推行公道 很可惜因為我們這個公道法是鳥籠公道 全世界有這種民主的制度 用這份公道來探製他們的公道 所以在區別的公道有些事 很簡單 因為我們本身公道 是要反對公道一般 來代表這麼多萬事 那時候就不可能有政眾來操縱公道議題 可能有政眾來反對領公道 總統過去說 公道也是一個好事的價值 但是他竟然叫人不要去領公道 在那幾年選舉的時候 兩遍都他們各地也拿出公道案 但是最好 竟然叫人民不要領公道 這種沒有民主 沒有現代觀念的這種政黨 當然大家要看清楚 所以我們這位的政眾 主要所謂有三項 這樣就是 修改廟隆公道 古學教主管在民主的官僚 公道的門檻 這個道廟門檻都放到 因為我們知道 最近國會條件通過的時候 其實也是透過他們所有的地区公道 但是這個公道竟然沒有受到 現代公道法的限制 意思是說 如果未來的平衡要設交金 要設交定的時候 他竟然說 只要三人投票 兩個通過就OK了 他就知道說 如果照國人的公道法 絕對百萬一百無法通過 所以他就變通 為了要通過 所以他就變通 所以他就想辦法 這種情侯的發展規則 完全不會 我就知道人民的肯定 所以我們這個公道的門檻 特地要降低 我比一個感覺 就是如果 這會的總統臺選的時候 大家看好麥克風的動選 按照公道法的時候 我們相信 既然我們共産以來 可能社長林先生 會跟各位人說 我們都完全領 領領這種總統選票的時候 因為公道 我們台灣目前要經費 多少萬人的交付交通 如果才有萬人的機會 現在這就700萬而已 所以 一個選總統的人 就要用這種 議員制的交通來的反制 為什麼 台灣人民在公道的時候 要受到這種反制 這也是 無法負合的 是科學計程 還是世界上 你剛才無法 無法了解 第二樣就是 由於我們的選舉五分 因為過去選舉 受到這個 北方上 騎我腳 以及有力 所以我們活動 只要算 會 我代表 台灣人民的代表 所以這個制度 就是 總統 因為 本身營運 幾乎差不多 沒有到一半 但是 這條 這條 會選擇 十次 總共有 四分之三以上 這不可比例 所以我們 要求 用政動比例 裡面 只要政動 五分 一分 我代表 其實是一個民主多元 的這種小法 第三條 當中 就是修改 自由法 因為過去 我們知道 自由法是惡法 所以我們變成 一個報備制 不用說取可制 最近我們知道 這個洪三軍 這些人 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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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問題 所以馬英九 或是說 這個洪洪賓 為了鋪陳 這種 判決合理化 所以現在就說 不然 說他的時候 只要不要危害到 民眾的一關 權利 還是說不要英雄 附近的安全的時候 一樣 大家都給他 通過 如果去山的時候 要經過這個洪洪賓 的因準 這就是用行政來去干預 整個司法 我們比較重要 就說用法 來處理任何問題 所以應該修改這個自由法 讓人民可以自動有權利 來集會 來遊行 這是人民的反應 所以要人民的反應 讓別到人民 我們相信 不管公道也好 不管修改選擇 不管自由法的修改 都是符合的 抓多抓台灣人民的意見 所以我們期待說 透過這個包圍也好 還是說政策也好 未來我就好 我們一個人 代表說 立法院我們不作為台灣最大亂聯繹 有人說 我們在警州 像郭新華 其實我自己報告 效果相當好 過去我們家會接告 包括立法院管制行動 立法委員 讓我們擁有美國國族 十四年之後 只好自職就自動辭職 如果我們沒有行動的時候 同樣議題會搞搞 不會懷疑死策 這是我們的行動 未來一樣 我們用更多台灣人民的意見 都用來包圍 來管治理法院 還有我們台灣 真正的民宿 政治也都很正常 以上 謝謝 謝謝